哈囉大家好我是斯汀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我平時的修圖小技巧 那其實我平時修圖我不會說 把自己照片修的跟本人很不像 因為有的親朋好友在幫你拍照的時候 可能把170公分的你拍成了150 這時候你如果也無法教他們拍照的話 只好靠一點修圖 OK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教大家修圖吧 首先呢我們先選好一張照片 目前也都調完澈了 那我們通常在修圖前呢 一定要先把濾鏡顏色那些都套好 修圖才是最後的步驟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用簡單的手機修圖 讓大家知道一些基本的操作概念就OK囉 先選好我們今天要修圖有一張照片 好打開我們的門向美囉 那我們先就是分析一下這張照片 我這張都已經穿上高跟鞋了 還被拍那麼怕 那就可能是攝影師的問題了 好那我們要秀的地方可能就是 大腿的部分就被拍有點粗 然後頭髮 左邊這個頭髮我不是很滿意 還有臉 後來就沒有辦法就有一點點就好了 好那其實這張照片我真的滿喜歡的 我最常用的就是那個瘦臉瘦身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好我們先來修大腿的部分好了 大腿的部分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好我們先要用大範圍選曲 那主要的地方就是把兩頰勒 然後你要推到最近的地方 你要沿著它的曲線這樣修 我們要沿著它旁邊的構圖的線條去推 如果人家是往右下角上 那你就往右下角 人家是中間平行的過去那你就往平行的方向 好因為我們想要讓就是整個比例太彩和諧一點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是要忽大忽小的去看一下你剛剛修的比例 有時候就是你背景最好盡量簡單一點 如果當我背景物 我真的很喜歡照片 可是我背景物非常的凌亂 以至於我修圖會變形 那我這裡就會有個小訣竅 就是你在拉的時候你一定要放大拉 你放大拉的話在修圖來說 非常自然沒有人知道你是修圖的 就是我們修圖我們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讓人家知道 然後就會說你是修圖鬼 我們主要說我們不要修得過的時候 就是順便就好 不要太不像你就好 這是我們修圖的初衷 修圖的初衷是什麼 就只是為了我們拍照片再更好看一點 不是嗎 大家為了我們想要拍照 就是想要讓大家就是欣賞自己好的地方嘛 那我們就是把好的照片 就是再更上一層頭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是要靠簡單的修圖修一下 那我平時自己拍照 然後加上手機修圖5分鐘就進去 就是光只是修圖的部分啊 有5分鐘 因為我已經修到一個 修繩路化的階段 所以我馬上一看到頭邊 我馬上知道要修什麼了 我就不修不修 很快很快就修完了 然後我們這樣用 我們頭髮 我們也是有送禮的頭髮 你看我左半邊的 我左半邊的頭髮是非常的就是進去的 然後就是左右不對其實不好看 所以我們這時候我們也可以用拉的 我們可以 恩 因為我們缺少部分還蠻多 所以我們就用大筆刷 就是讓我們往外拉就好了 我們可以修拉多一點 可是要小心的拉到旁邊的臉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用小筆 就是把旁邊這個 然後我們旁邊的頭髮用自然一點 所以我這樣簡單的這樣拉一下就還蠻自然的 髮多一點 整體來說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這裡 我覺得會比較小一點 這裡太肥了 再拉進去一點 如果你怕你臉肥 所以主要就是改善這一塊 就是把這塊往上去你的臉就變尖 有沒有 你臉變尖 就整體就好看 OK 來看一下對比吧 那我感覺變很多 現在還有一個地方有問題 就是 我們的痘疤的部分 我們腳有非常多痘疤 我們就把這些痘疤都給它疊掉吧 我之前我在修痘痘的時候就發現 我腳上的青筋超明顯的 看我腳背上的 然後我打算說要把這個青筋也跟著修掉 像我們在用這個遮斑遮痘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長按住 然後去頭左上腳的小圖 看一下你所要就是遮起來的範圍 有沒有覺得比原本的照片還要好很多 其實原本的照片我覺得不差 就真的是有七八十分 那我們再怎麼修完圖呢 就是九十分以上 耶 是不是差很多 那以上就是我一些基本的手機修圖啦 如果你有更多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